她盯着摇摆的时钟发呆 如果时间流逝 她可能来不及找小母猫 淡淡就没了 如果时间流逝 她会从可爱的小猫咪 变成油腻的猫大叔 如果时间流逝 脱发会不会变成秃顶 她想努力抓住时间 可是时钟太高 怎么会让她碰到呢 因此她变得愁眉苦脸 患得患失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她突然就想通了 既然抓不住时间 不如好好感受她呀 悠闲的下午 喷香的猫粮 蝉屎关的爱抚 她再也没有看过墙上的时钟 但是成了一只幸福的小猫咪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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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